有点紧张 开心 你紧张吗 我也有点紧张 你很开心 很开心 对 有点紧张 因为可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也不知道那个回想会怎么样 所以就有点紧张 我差不多四五个月前就开始在想了 在想要不要在他生日的时候跟他求婚 然后差不多三个月前 我就决定 好我要在他的生日跟他求婚 所以第一件事我做的就是 去找他的父母 去征求他们的同意这样子 对 然后其实在 在跟他父母交谈的时候 因为当时洪林在外国 他出国 他跟朋友出国 然后我就发了简讯给他的爸爸妈妈 就问他们 安安迪有没有空 我现在要上去找你们一下子这样子 然后其实他爸爸蛮 蛮紧张的 对 他就以为洪林在外国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然后你看说没事没事 我现在上来我跟你们解释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谈的时候其实还蛮感动的 因为他父母很开心 然后他们也很支持我啦 然后我也是有就是跟他们说 谢谢你们这么支持我 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 让我蛮感动的啦 他们就说 没有没有 跟他这么说 我们很快就是一家人这样子 对 那时候我还蛮感动的 然后得到他们的同意之后呢 我就马上去筹备这一些东西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近几年感情已经蛮稳定了 我们其实也是有谈到就是在几时我们想要举办婚礼这样子啦 本来我们是大概 我们常常有提到 然后朋友啊前辈他们都会一直问一直催婚这样子 那我自己理想是可能三年后这样子 两三年后 两三年后 因为毕竟我还是二出头 所以我觉得还没有到三 我根本就不急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很吓到他 他会这么快求婚 对我来说会是一个很特别的 是人生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啦 所以我想要慢慢的去筹备 所以我就选择早一点跟他求婚 而且我也没有想到的时候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如果越接近我们之前有谈到的瑞子 他可能就会想到了 然后他之前也是有一天说就是 就是不要不用不需要跟他求婚这样子 呀就是我是还蛮认真 我跟他讲真的真的不需要 因为我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都已经这么熟了 而且我们不是已经定下了对方 要成为对方的那个装身伴侣的吗 如果他求婚 你愿意嫁给我吗 那个答案根本就是是的啊 我为什么好稳呢 可是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这让我看到他对我的尊重 也对我的父母的尊重 然后他也知道父母在我心目中的分量 其实是多么的大 所以他还去争取我父母的那个同意 非常惊喜 然后因为我在前面嘛 那个后面本来是那个生日快乐的装饰 那他一直叫我转过去看我喜不喜欢那个装饰这样子 两次第二次的时候我才转过去 因为第一次我觉得我不是看过了吗 因为我想要拍照 我想要站在前面拍照这样 然后他在他在重复 他说你看一下你喜不喜欢后面的装饰 然后我就转过去看到的时候 他有愣住了几秒了 有几秒后我感觉我那个情绪是直接爆上来的 就要我就马上哭了 什么话也不说 因为我不知道真的要怎么反应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 他就是跪下来跟我求婚 他跪下来那一刻 我们两个共同最喜欢的音乐响起 哇我听到的时候我这个泪流不泪流不泪 我觉得我整个人也是放空 我其实也是不在状况内其实我很紧张 因为我其实在讲是我策划的这一切 我应该不会紧张也应该不会流泪这样子 但是当时发生的一切就很情绪很激动了 就我看他哭的时候那一刻我其实也是掉下了眼泪这样子 然后我就忍不住 然后我就说了那一句话 然后他其实就在那边一直哭 然后我们也没有去看周围发生什么事 后来我的家人朋友都看到 就其实说看到他的爸爸妈妈有哭 然后我家人也哭了这样子 当时我感觉那整个瞬间那个气氛就只是 剩下我们两个人 真的只剩下我们两个 旁边有人我都忘了 然后整个氛围太浪漫 其实我很想要感谢他们了 因为他们真的是帮我保密了这整个求婚的计划 包括我们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帮我准备了这一些 没有他们我觉得办不成 然后粉丝们其实他们也蛮支持我们的就是 甚至粉丝们都会在我们的IG page留言 吹婚这样子 所以希望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了 嗯 我也很感动了 因为我父母当时就是还蛮感动很开心 所以他们他们也没有说要把我嫁出去 嫁掉还是什么 他们反而就是说来家里多了一个好儿子 对啊对啊 当天其实我有去跟他的妈妈说话这样子 然后就 安提你今天玩得开心 他说 干嘛还不改口 他真的这样说 然后哇 我是很感动 我就说 可以了吗 订婚了 还没有结婚这样子 可以可以 你要习惯你要习惯这样子 哇 嗯 呵呵 你先说吧 好 呃 谢谢你为我安排的这一切 虽然我说不需要 可是 你让我看到了你是真的很 呃 爱我 然后也很尊重我 好 谢谢你 就这样 我当时也是一片空白 啊 我只是想说 谢谢你 因为 因为 这辈子 遇到你 其实是 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 你让我成为 更更更好的一个人 我也觉得我们两个人 其实有 努力成为一样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